三十七岁女星米可白 当年以儿童台葡萄姐姐的甜美形象出道 深受大小朋友喜爱 近年转战综艺戏剧圈后 也拍出不少快智人口的好戏 拥有不少粉丝 八日恰逢父亲节 米可白也在脸书上透露 其实自己一出生 就险些被爸爸送给别人 天文一出也引起网友热议 据三立新闻报道 米可白生于彰化路港 爸妈在天后宫附近开了一间传统饼铺 靠着卖饼养活一家大小 米可白也从小学四年级起协助卖饼 直到进入演艺圈后 他每年过年或是有空闲时间 也人会回家帮忙爸妈生意 而八日是父亲节 米可白就在脸书上发文 幽默表示 今天是父亲节 我要给我亲爱的爸爸唱首歌 世上只有妈妈好 他透露自己是家中老妖 有一位哥哥和一位姐姐 但因为爸爸想要男婴 所以他一出生后 就决定将他送人 爸爸一开始先将米可白送给朋友 但因为朋友也想要男丁 就拒绝了 接着他被送给亲戚 但亲戚依旧嫌弃她是女孩 也婉拒了 后来我又回到温暖的家 如今终于长大成人 回想起这段37年前的故事 米可白能理解 当时家庭都希望男丁多一点 比较传统 不过话风一转 他也在贴文调侃爸爸 现在我爸爸最爱我了 重要节日到了 都会想起我的钱 米可白还常常亏他 你现在知道我的好 当初还想把我送走 不难看出父女俩的好感情 最后米可白也在文墨感性直呼 爸爸我还是很爱你 父亲节快乐 贴文一出 网友也纷纷笑回 爸爸心想 还好当初没送成功 否则就亏大了 重要的日子就会想到你的钱 米米爸好直接 感谢观看 美国